新竹县老年人口占全县13% 提前规划高龄照顾 县府扩大老人免费建检 从原本的70岁放宽到65岁以上 也开通静老爱新卡搭乘计程车补助 获得远见县市长施政调查当中 医疗卫生满意度超过77% 民众很有感 拉伸筋骨扭腰运动 住在新竹县的阿公阿坡最幸福 远见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杨文科在医疗和消防政策 或民众满意度超过7成 我们今年是扩大举办老人的免费健康检查 也就是从原来的70岁 我们把降到65岁的乡亲 就可以接受免费检查 那原住民的部分的话 我们把他原来的60岁降到55岁 让他可以享受这个免费健康的检查 让他们会得到很多的一些 在保健在健康方面可以有些帮助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做了一个敬老爱心的卡 平常是可以搭一些的 比如公路客运 我们的客运车和一般的车子 但是我们为了让长者 可以让他更方便的话 我们让他连计程车都可以搭 民众针对教育环保 警政治安 观音光休闲等八大面向给分 其中22县市首长表现中 新北市长侯友宜五星联庄 而新竹县落实照顾老中亲幼 扩大老人免费健检 从原本70岁放宽到65岁以上 原住民55岁以上也纳入 低收中低收长辈医疗 住院看护也都有补助 去年开通禁老爱心卡可搭计程车 每趟补助100元 补助是全国最高 在医疗卫生或满意度达到77.4% 竹北高楼林立人口增加快 成立高铁消防分队 目前新建中最快年底能完工 也把救灾安全管制系统应用在派遣 能第一时间即时建立救灾现场管制案件 提高抢救效能 拿下75%的满意度 事实上我上任之后 我们也积极的来招商 也积极的来开议员 也来截流 那我们也获得减债王 赚钱王及招商王的一个肯定 我想我们羡慕台中 大家一起努力 得到这种肯定 我们都觉得是予有荣言 可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还特别的多 也不会以目前的为满足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新竹县因应整口结构改变 提前完善规划高龄政策 也提高消防量能 打造移居城市 要让居民幸福有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